其實王朵很難 那我對王朵的了解只有70% 因為有時候 尤其在行書 行書是他最厲害最難 不過草書也是他的一舉 所以一般來講 開了嗎? 開了齁? 好 他的寫法會跟一般的寫法會有不一樣 比如說像第一個字 開這個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 從正寫過來 上去 下來 再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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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一點 這個是一個開 這個是P這一個字 開地 三 當然就是在這一個 這一個地方 月 孫 孫 月 月 你那個草書月也是這麼寫 到這裡 到這邊 他是有切比過的 月蟲 月 月 愁 帳 禦 帳禮就是說他拿著 拐杖跟穿著那一般的那種鞋子 帳 禮 是 是 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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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画图的这两个是他写的特有大力 鞭鞭鞭鞭 鞭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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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我寫比較正常的 你才看得懂 然後 瑤若 瑤 這個才是秋心八首真正的文章 那個詩開始 瑤若 其實他這個是他有權的 他要這樣子才是你 如果寫成10是那個 治癌 治癌 癌 消療 我們 向 然後他這裡有個賢 他這裡沒賢 寫到這一個賢字 清賢的賢 賢盡三 其實原來的詩沒有這一個賢 這個是王獨他在背的時候 他可能多背一個字 比如說你看這裡 這裡原文是浮華 他背的時候他寫這個叫做黏華 所以你們在寫的時候 在寫的時候要去看 有些字他是寫錯文 原詩是浮 然後他寫的是這個 有沒有這樣 如果你不知道 你看半天也不知道 你把它寫成這個就是